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为您带来今天的信息 青年移民志愿者的面试已经全部结束 现在已经公布了录取名单 录取者为前26名 而不是之前计划的前20名 录取名单可从屏幕下方的网址查询到 另外 在近期会与录取者取得联系 并且安排接下来的实习 如果您的年龄在13至21岁 并且对朋友关系 家庭关系 爱情观 未来等有疑问的话 那么在10月24日至27日期间 可以将您想要深入了解的问题 发送邮件到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 届时会有都灵心理健康中心的专家为您解答疑问 这属于青少年信息中心健康空间项目的一部分 提供关于卫生健康 身体护理等知识 10月24日至28日 为纪念意大利同150周年 都灵大学在Mania della Lettola的教室 VIA VEL第8号 举办以1861年以后的 意大利重大转变为主题的一系列国际会议 各个科学领域的学者都会出席 共同讨论过去半个世纪 意大利在一些方面发生的重要转变 10月26日至28日和11月2日至10日 在VIA CELINE 14号 可报名参加家庭护理基础课 该课程200个小时 另外有40个小时的实际操作练习 面向持有初中或高中毕业证 或者其他资格证书的失业或待业者 报名表格和筛选考试时间 都可以从屏幕下方的网址下载和查询到 另外报名表格需本人亲自递交到上述地址 10月27日17点 在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VIA JULIE第36号 举办题为野门索科特拉岛上的奇迹 岛上的植物物种介绍的报告会 入场免费 该岛物种丰富 人们有自己的语言 经常有外来者探访 却从未被殖民统治过 演讲人会主要介绍该岛丰富又有趣的奇特物种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